搭飛機坐窗邊本來很享受 沒想到屁股還沒坐熱 椅墊就整塊掉落 另一個小朋友坐的位子 也遇到一樣狀況 只剩骨架 旅客傻眼在臉書分享 說要去長灘島 但飛機起飛 椅墊也跟著起飛 他搭的是菲律賓皇家航空A320 有網友搞笑問 是不是買到戰票 原PO幽默回覆 可以順便練腿力 其實這架菲律賓皇家航空 不是廉價航空 他在2002年成立 做包機 2018年才開始商業營運 有國內線和國際線 專家解答 飛機上經濟艙和豪金艙 椅墊都是可拆式 有事故能水上逃生 或有爆裂物時 可以拆下大量椅墊來包覆阻隔 專家分析 應該是機靈老舊 魔鬼沾脫落 或失去黏性 才會讓椅墊掉落 但提醒如果椅墊正常 沒故障 乘客不能自己移開 那個移動是必須要我們機組人員 來做這樣一個處理才行 一般乘客其實是 不能把這個椅墊移開的 不見得是越老的飛機 就越危險 不過大飛機的確 可能遇到狀況 其中以非東南亞國內線 像印尼 菲律賓或印度 機上的設備服務狀況相對比較多 我們應該會是直接要請旅客 換一個座位 我們除了會寫一個報告 就是要爆修之外 那個只能夠等到 就是降落以後 請地形人員 或者是維修人員來協助 如果大飛機椅墊掉落 但經濟艙全滿 空服員會讓你換到豪金或商務艙 不會讓旅客 繼續坐在原本位置上 因為當遇到亂流或降落時 衝擊可能受傷 安全起見 椅墊會滑動 都不能繼續做